要说衣服买回来满意还好 要是衣服没穿几次 最终落得个压箱底的结局 那对于普通人来说 那就浪费钱了 那衣服买得少 穿衣显得单调 那是不是证明衣品不行吗 本期就解决这个问题 如何才能做到减少了满意次数 还能穿衣好看的妙招 把钱都花在刀刃上 第一部分 四个建议买到正确的衣服 少满意 从此远离无用单品 建议一 买合身的 要能穿 并且穿得舒适好看的 因此合身与否 就显得尤其重要了 就拿风衣的长度来说吧 矮个子 要避开刚刚盖过臀部的短款风衣 由这样 因为短款虽然不压身高 却非常挑身材 要是苹果型身材的小个子来穿 就会非常显胖了 同时不推荐过脚踝的长度 由这样 不仅拖沓 而且整体感觉很压个子 推荐长度在小腿肚附近 比如这样 这样的风衣才是 极显高显瘦 于一体的全能性单品 建议二 多挑颜色简洁 要想颜色简洁 肯定少选夸张心意的颜色 更应该首选那些沉稳色 比如黑白灰棕 米色 香槟色等 视觉冲击利弱 能给人以温柔的观感 不容易让人产生审美疲劳 也因而很难被时间所淘汰 建议三 优选设计简约 设计简约的单品 相比复杂繁琐的单品 更好搭衣服 重复利用率肯定更高 因为设计感太强的服饰 搭配难度大 容易出错 尤其是太花的设计 对稍微年龄大一点的女人 十分不友好 容易陷入半嫩的嫌疑中 建议四 买耐穿的 耐穿性直接体现了衣服 在于精这一点 大多数情况下 穿出来的效果也是成正比的 而决定一件衣服是不是耐穿 面料占了很大的比例 廉价的面料 一般要么薄 要么容易起球起重 既不保暖也不美观 好的面料穿得舒心 呈现出来的状态也是很稳定的 长达几年 甚至几十年都不搭变样 想来还是更夸算的 也不是说越贵越好 而是综合考虑性价比 第二部分 三个穿搭技巧 用好了 衣服再少也能穿出无限风赛 技巧一 松紧结合 松紧结合的出现 就可以有效提升旧衣服的重复使用率 例如被淘汰的真织衫 毛衣或者T恤 就可以搭配宽松外套 既减少买一次数 还满足了保暖 不可多得的是 还赋予了身形 更加轻盈大方的美感 技巧二 叠穿 用好这个技巧 一件单品也能拥有多种穿法 就可以轻轻松松和穿衣单调 说再见了 比如毛衣的叠穿思路就非常多 内搭衬衫 衬衫外穿 外套大衣 都能够毫不费力的增加层次感 技巧三 混搭 优秀的混搭可以实现提升衣服重复使用率的同时 还能达到视觉的协调 将想要的风格融合 从而避免千篇一律 尽情展现出个人的衣品 就比如这件妥色风衣 通过混搭塑造了职场萨爽风 龟马甜酷风 还有成熟大女人风三种风格 第三部分 除了衣服 还有三个方面能做到以少胜多 让整体越来越好看 方面一 买一双有跟的鞋子 鞋子是定位风格的关键 哪怕你还是穿着从前的衬衫加牛仔裤 但只要把平底鞋换成一双有跟的鞋 整个人看起来也会更挺拔 自信 精致很多 选择跟高为2-5厘米 粗跟鞋为宜 既能达到效果 也不会带来行走负担 若是场合需要 高跟鞋配裙子 建议裙底露出脚踝 看起来匀称又修长 方面二 投资一点配饰 穿衣次数就算再度减少 配饰最好还是得有的 哪怕只是一对耳饰 一个小小的项链 一个手提包 都能够让造型更加丰富 称得上是穿衣好看与否的取胜法宝 但如果你不太习惯佩戴首饰 完全可以选择一只摆大的手表或者丝巾 不仅佩戴率很高 还很容易塑造个人风格 方面三 保持良好仪态 无论在哪个年龄阶段 仪态都是一件永不过世的时装 演员杨幂在早期就被吐槽过仪态 像是脖子前倾和弯腰驼背 说实话都不太美观 反观那些腰背挺拔 肩颈舒展的人 哪怕只是穿着最普通的服饰 都能够领略到 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 风子鹤骨般的优雅气质 说句俗话 一个时刻保持优雅端庄体态的人 就算披着麻袋也与众不同 本期结束 别忘记三连呀